科技战打响后,芯片战略就成为了美国国的国策,一向不合的两党,更是罕见地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统一战线。 早在两个月前,众议院还专门搞出一个美国芯片法案,准备拨款520亿美元,用于扶持美国的私营企业投资半导体的生产,同时划拨450亿美元,以改善美国的半导体供应链。 可以说如今整个美国上下,都在为即将爆发的芯片大浪潮摩拳擦掌,但有这么一个人,只要出现在公开场合讲话,言辟称美国发展芯片的计划定百无疑,此人还不是别的什么人,而是被白宫威逼利诱。 不得不赴美舰厂的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。 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访谈会上,张忠谋说道,美国提高国内芯片产量,使昂贵、浪费、土劳无功之举,在美国制造芯片的成本比台湾贵百分之五十。 因为美国芯片制造业,没有扩张和成功所需的人才库,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? 作为芯片半导体技术最牛逼的国家,作为世界知识精英的聚集地,美国竟然被张忠谋诟病人才匮乏,这现实与认知的反差之悬术。 竹石病已敢吃瓜群众瞠目结舌,有美国媒体就激了,说你台积电的厂房都没建起来,凭什么敢信口雌黄?台积电的厂房是没有建起来,但有其他的厂房建起来了,并且建这个厂房的人,还是全球代工街的另一大巨头。 红海精密创始人郭台铭,让我们把视线调整会五年前董汪荣登大宝的时候。 2017年,川普正式履行美国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,就是兑现竞选时的承诺,吸引制造业回流,为中下层普通居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,为此他颁布了很多新政。 包括继力跟新自由主义运动后,最大规模的减税计划,要求各地方州为当地投资建厂的外企,按其解决的就业人数,实施财政补贴政策,提供的就业岗位越多,得到的财政补贴越多,令出台一项基础设施修缠项目,配合制造业企业落地建厂。 在这一系列事无前例的强硬动作下,郭台铭旋即响应号召,决定在威斯康星州投资100亿美元,建设高时代业金面板厂。 在厂房开工建设的那天,董王不仅轻抚威斯康星州参加奠基议事,还夸奖郭台铭是一个伟大的商人,富士康正创造世界第八大奇迹。 反正马匹怎么响亮便怎么来?众所周知,川普是一个极度自负的人,又以美国总统之尊亲自拍马匹,丢点上头的郭台铭,马上画出新大饼。 这里只是第一站,以后会有更多。当然话又说回来,资本家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。老郭虚荣是虚荣了点,但他不是王多瑜,做不出花100亿美元打中连买面子的事。 赴美建厂他有自己的算盘。威斯康星州的厂房招满1.3万人,可以领高达40亿美元的补贴,富士康的生产成本会成倍下滑。 什么三星、京东方、优达、伟创通通踩在脚下。然后富士康再套用威斯康星州的模式,在美国各地方州挨个复制,即抢占了大量的市场,又禁忌成共和党最炙手可热的商人,可谓一剑双雕。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。 2019年1月16日,威斯康星州经济发展办事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,取消富士康今年的所有减水补贴,比优势按照合同约定。 富士康需要在2018年为当地创造至少260个就业岗位。 但他们仅招到178人,连第一阶段的最低限额都没有完成。 郭台铭心里那叫一个苦,不是不愿意招人,1.3万个就业岗位换40亿美元。 简直是稳赚不亏的买卖,谁不愿意做。 亏就亏在富士康建厂前,没有做实际调查。 等厂房建号准备运转后才发现,根本找不到足够多的技术人才。 对应1.3万技术工人所需要的500名工程师,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东找西凑就找到100多个。 逼得实在没有办法,他们只能连夜从中国调人过来补缺,用美国的地拿美国政府的财政补贴,为中国创造就业。 风声传出去后,美媒集体炸锅,痛斥花40亿美元搞液晶面板厂没有任何意义。 福布斯杂志说得更直接,威斯康星州没有企业所得税,41亿需要平摊到当地每个居民的个人所得税头上,而富士康所谓的回报期不剩20年,很有可能是几百年甚至永远没有。 言下之意,威斯康星州液晶面板项目是一个骗局,一个由共和党、地方政府、外资企业三方合谋,坑骗美国财政的骗局。 在接连三的讨伐声中,富士康被推上风口浪尖,不堪受辱的郭台铭,干脆破关子破摔,直接开摆。 代工行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,富士康在美国搞的业金面板,属于电子制造业的终端产业,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比例是1比26,而台积电所从事的芯片代工行业,属于高端中的高端,工程师在生产线上的占比更夸张。 根据台积电发布的从业者数据,2020年,公司在全球拥有的员工为5.6万人。 这里面工程师级的转业人员和主管3.8万人,硕士或以上学历的占比达到80%。 普通技术工人1.8万人,工程师和技术工人的比例是R比E。 别的生产行业是一个工程师,管着一群技术工人。 芯片生产行业是两个工程师,围着一个工人干活。 毕竟是精密器械操作,容不得一点马虎。 这也就意味着,赴美建厂的台积电每在当地招一个技术工人,至少得配备两名最低位大学本科学历,并且有半导体从业经验或相关专业毕业的工程师。 而美国连富士康搭配的500名中级工程师都招不满。 有黄论台积电所需求的比例更高的高级工程师。 况且美国60台积电投资的,是还没有完全量产化的两纳米制成芯片,前期需要的高级工程师会非常多。 事实上美国身受人才匮乏限制的科技产业,不只是芯片,还有5G技术。 我以前给大家分析过,5G是通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敲门砖。 没有5G技术和普及率覆盖全国的5G基站体系,什么工业互联网,什么自动驾驶,什么人工智能,全是瞎扯。 美国肯定也明白这点,于是一边打压中国5G技术的领头央华为,另一边又赤字百亿美元,打造自己的5G帝国。 技术有没有赶上中国不知道,但基站这块是真玩不下去了。 截至2021年上半年,中国已完成全国5G基站覆盖。 美国5G基站普及的这么慢,影响的不是消费端的体验,而是中美两个工业体系的竞争,还没等白宫启动相关问责程序。 通讯行业协会便甩出一份报告指出,政府如果想要实现全国5G网络覆盖,至少需要十几万通信技术人员, 但全美上下连同有从业经历,和相关专业毕业的总人数不到三万,人才匮乏还只是一方面。 另一方面是随着政府需求和通信技术人员的失衡,在供应远小于需求则供应端价格上涨的逻辑下, 美国5G基站的建设用工成本不断攀升,以至于同样规格的基站,美国的成本是中国的数倍, 而建设成本会平摊到相关部门的运营,所以最终又会拉低美国工业体系的性价比。 更令华盛顿深感焦虑的是,美国人才匮乏的危机,已经蔓延到攸关国本的军工产业上了。 大家知道为何美国高潮因素5G罗次实验失败吗? 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排挤华裔科学家,在美国军用航空航天工业里,华裔科学家算是顶梁柱的存在, 这些年不知道美国是要打颠了,还是反华反摸争了,为了政治正确在关键技术岗位上全面排除华裔, 很多重要项目都因此停摆,因为我们深知,一个由世界上最庞达的理工科人才库和世界上最完整的产业链体系, 组成的两条腿走路的中国工业,才是战胜美国的中级武器,除此之外,别无接近可寻。